深月 来 小心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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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浪城 紫月 霓裳 马上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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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围起来 王爷 快 王爷 快 王爷 你没事了 我来晚了 你还知道你来晚了 都已经结束了 文秀的罪名已经宣判 绑架公主 毒害使臣 行贿敛财 他都一一认罪花押 只待秋后 跟其他药犯一起问产 我们自幼一同在云锦庄学艺 如今看到他这肥样子 反倒有些于心不忍 没有什么于心不忍 是他做个多端 从云锦庄开始 他给霓裳使了多少班子 我去 颜文秀 噓 师父在叫我自秀 师父在叫我自秀 都是你 我恨你 我厌恶你 这个心上有我就不肯有你 师父死了 杨笑 我娘到底是不是你害的 师父 是我害死的师父 师父 一切全都水落石出了 师父他终于可以安息了 如今真相大白 所有的恶人都被绳之以法 我们也都有了各自的归属 师父在天之灵一定会行为的 此事已了 公主的伤也痊愈了 南昭使团那边还需要一个说法 小璐 走吧 诺 咱们走吧 走吧 此笛吹着虽阴色沉闷 略带杂志 但由你吹出来 在我听来便如天籃一般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奇怪 宁儿 你爹他为什么特意 把这个东西留给你们呢 我也觉得奇怪 为何我爹如此看重他 我爹如此看重他 你爹如此看重他 这 你爹如此看重他 走 走 什么呀 这是幻彩罗的秘方 有了这个秘方 你们谢家的幻彩罗 就可以再次发扬光大 将谢家的招牌 重新打出去 添加油纸 恢复竞标大会 由宁香阁补味香料组 宁老板 该你了 霓裳 这是什么 是手劲吗 回公主殿下 这是一件衣裳 衣裳怎么可以叠得 如此之小啊 你看 这是什么布料做的啊 这是幻彩罗 是我家祖上染布的秘方 原来只用在棉码等较为厚重的布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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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这么多艺术重的布匹上 真可怕 霓裳 你果然是非凡的人 可以用这样的布料做衣裳 此物是四物之首 香草堂的幻彩罗为首 其余三家宋选之物 皆在我兰昭育贡之列 多谢公主殿下 多谢公主殿下 这次我们香草堂 能称为兰昭贡商 将来可就裁员滚滚 不愁没出路了 这话不能这么说啊 咱们这次即使没有夺魁 有这三个孩子在 咱还怕没有出路吗 霓裳啊 咱们是一起从淮州来的 也同样在云庆庄学艺 现在差了这么多 换做别人 我还真不服气呢 各有所长罢了 我听舅妈说 你的刺绣手艺又长进了 还拉来了好多新主顾啊 是 您二位就别互相吹捧了 我说哪儿有 诸位都在呢 王爷 王爷 既然是香草堂的大喜之日 我给各位美人准备了一份大礼 王爷 你太客气了 谁怎么好名字呢 美人一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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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傻子 你的礼物不在哪儿 想看看你的礼物是什么 给我走 给我走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太阳都要下山了 带你去取礼物啊 驾 没想到京城还有这样的景色 真美 我送你的这份贺礼可爱使得 小时候就很想开开眼界 只可惜现在 早已回不到过去 也没有当初的心惊了 不 相信我 一定可以回去的 还记得当年的霓儿姐姐 与包子一起嬉笑玩闹的日子吗 仿佛人世间 就没有疾苦 霓裳 其实从淮州遇到你之后 我就悄悄地爱上了你 是吗 我怎么没看着来 虚枪 Tea 我只好想着一切 你又可爱不着 我都可以啊 你知道我了吧 公子能别跟着我吗 这路可是大家的 你走的 我自然也走 我靠近了 来 来 来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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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给我接一下 给我接一下 快 看我给你拿什么 这个鸡 这个鸡皮还好 告诉你们啊 我跟最先楼的时候 学的手艺 给 你的吧 还没来吗 王爷 你们别摔摔 来来来 坐坐坐 小路 来来来 入座 入座 天爷 入座 坐坐坐坐 把酒都给我待会儿啊 碗筷都给我待会儿啊 碗筷都给我待会儿啊 快快快 霓裳 小侯爷 大家都在啊 快去快去 小侯爷公主 怎么才来啊 我们精感慢感还是来晚 坐 这边 坐这儿 坐 你们也过来坐 诺 王爷 霓裳 我后天就回兰昭了 今天来呢 一来是给你们道喜 二来呢 也是跟各位道个别 公主 您这就要走了 不是我啊 是我们 告诉你们 我已经向他的父亲 刘大将军提过亲了 这这么多人哪 你说话注意点 什么叫你上我家提亲啊 本来就是呀 你跟我去兰昭 就是我娶你 我娶你 都让我向你提亲了 你这话说的 那就 恭喜公主殿下和小侯爷了 你们别听他的啊 是我父亲先跟兰昭王提得起 兰昭王同意了 我们这才 好好好 这大喜的事情就不要吵了 霓裳就祝二位 夫妻同心 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来 我们进进二位吧 来 来 来 等一下 霓裳 你答应给我做的衣裳 你没忘吧 放心忘不了 等到您跟公主启程那日 必定让你们风风光光 漂漂亮亮地走 言未定 王爷 霓裳 我这个人吧 平时大大咧咧的 凡事马不在乎 如今要回去了 舍不得这里 也舍不得你们 后日你们谁都不许去送行 我不想搞得那么伤感 今天就让我们高高兴兴地 道个别 一罪放休 一罪放休 来 干 干 干 好 糟了 你可又不得了 你可顾到底 你可恶不得了 是吗 有趣 我去给你 宝啊 是吗 我去给你 我去给你 这是我在云锦庄 便会得一种技法 后在西州 又承门艾塔姑娘赐教 这丝线 经过了特殊的处理 绣于这布匹上 便会自然凸起 呈现栩栩如生的效果 但因为织法繁复 成本较高 一直没有机会用 如今可以把它 与换彩罗相融合 也总算是派上了用场 大陵官员 恭送南昭公主殿下 祝公主殿下 一路平安 世代结盟 昌平勇志 监督 真是可恼啊 来 过去看看 来 过去看看 你去看看 各位父老乡亲 今日我谢氏绸腹庄 重新开张 多谢各位前来捧场 我们谢氏一向秉持着 惠民立民 诚信为本 童所无欺 货真价实的宗旨 今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好 好 好 如今谢是啊 以恢复共商身份 天佳特拍洛王殿下 来搜上拍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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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是让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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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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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来 准备好 准备好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刘管家 红蕊 你们竟然来了 小姐 真的是你回来了 小姐 我和红蕊 都是看到告示 才找过来的 太好了 谢家终于平反了 你是老爷 我人 今日是我们谢氏 重新开张的日子 不说这些难过的 小姐 店里还缺人手吗 我和刘管家 都可以给您帮忙的 是啊 我还要为谢家 再出份力呢 你们能来帮忙 实在是太好了 走 我打算在这里 再开辟一个区域 专门为客人们提供建议 以及现场画图样 在这里呢 做一个试衣间 对了 对了 我还跟隔壁谈好了价钱 来年他们便把房子腾给咱们 到时候我们的店面 至少比现在大三倍 太好了 小姐 喝喝茶吧 红蕊 以后这种端茶倒水的事 你就别做了 我还能干什么 小姐 你不会不要我吧 红蕊 你说什么呢 刚才小姐还跟我商量呢 说让你到店里去帮忙 也学个一技之长 日后啊 可以到分店 去当掌柜呢 小姐 不准哭啊 你就告诉我 做不做的 好 都听小姐的 红蕊一定会好好做 我 我给小姐丢脸 好喜欢这件 就是不知道合不合身 你先试一下吧 上身效果好 那买一件也不迟啊 这衣裳是白给内人的礼物 但是她穿着不太合适 您看能不能换一下 我们香草堂承诺 无条件地被客人扑上货 这样啊 您跟我来柜台登记一下 就能换得合身的衣裳 我喜欢这件 这边来 还有这件 但你们这儿东西太贵了 我身上也没有那么多银料 这个没关系 您可以分期付 日付年付都可以 只要在我们这儿登个机 就可以了 对呀 只要花少量的影子 就可以买到星仪的东西 您赶紧把喜欢的 都买回家呗 好嘞 好了 今日就这样吧 你们先回去休息 剩下的我来收拾 好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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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休息啊 可算是关门啊 怎么样 累不累啊 你早已有在我 好 你早已都破 badly 好 不 屎 辣子 你早已得了 你不能在家里 你真是怎么害羞 你何必要老板 一是开诗粥铺 每逢大雪天开门 用以接济那些吃不饱饭的人 有没有认真听啊 二是寻访穷人当中的有志者 每人赠予五十两银子 三呢是开办学堂 接收平寒子弟 让他们将来啊有一个出路 如今该做的 我都已经悉数完成 不知谢老板 可否不愿意 让我挪出时间陪子虞吃顿饭啊 那你还有银子请我吃饭吗 吃饭用嘴 不用银子啊 咱们走 吃饭去 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好吃 算你还有点良心啊 那还能记住我喜欢吃麻糖 好吃你就多吃点 这点我还是买得起的 你看 花生米调我牙动你了 哪儿啊 你看啊 咋也看到了 我还没儿子 我这些年 一直都没有抹清自己的内心 让你受委屈了 原相 你 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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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进去 你们进去 回去去 你和元香的亲事 你怎么想的 舅舅妈 我听你们的 我怎么着都行 只要能娶到元香 干吗呢 这 那咱可说好了 你要娶元香 咱们这个规矩 还有迎亲送亲的仪式 咱可一样都不能少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成天和元香 一直跟咱们两一块住 这迎亲送亲的仪式 咱们怎么办呀 舅舅放心吧 我已经让人安排好了 一个规矩都不会少的 王爷 王爷 都快坐吧 好好好 王爷来了 来来来来 我保证啊 让元香风风风光光地嫁 让成天开开心心地娶 怎么能事事都让王爷操持呢 你们多不好意思啊 我们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可客气的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操办 这种事情 就当是提前演练了 王爷 您说得好啊 您先好生演练着啊 到时候娶我们霓裳的时候 就不会是我们盲点乱来 不如我们霓裳和洛王殿下 一起把唐败了吧 这两好便四好 你们说好不好 好不好 夫人 你不要乱说啊 堂堂一个王爷 怎么能跟平民百姓 再一天办喜事呢 你们别乱说 你看我这嘴 我没往那儿想 您放心吧 我当然愿意了 你呢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们都愿意 琴 你愿意 你说句话呀 王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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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也 王爷 我们也打算 我懂了 你们是想一块成亲 对对对 霓裳姑娘 还是你最聪明 好 老王准了 多谢王爷 这样也算是双喜临门了 那这样 晓芹姐姐的嫁妆 我替她准备了 多谢霓裳姑娘 谢谢霓裳姑娘 霓裳 现在可就只剩我们两个了 我先去准备嫁妆了 不是我的 是小琴的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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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了 她 结果她上去辩子好了 那我 进来吧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应该再和舅妈商量 元香跟成天 还有小陆小琪的婚事吗 怎么了 喉咙不舒服呀 刚刚舅妈说的那件事 你觉得怎么样啊 哪件事 你说小陆小琪 元香成天成亲的事啊 我觉得挺好的 四好嘛 别给本王装傻 我没有啊 王爷 你觉得这个送给元香 这个送给小琪怎么样 干吗呀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可为难了 霓装姑娘不作答 本王又该如何恢复舅妈呢 你不会是不想嫁给我吧 你又没有说要娶我 这 那我 那我现在说我要娶你 还来得及吗 那你也得让我再想几日啊 那你也得让我再想几日啊 有什么好想的 我哪点不如你意啊 我就是想再想想 具体想什么不知道 就是想想想 一样的 那你如今呢 王爷 唯一 不背景 你还要老子 备 amend 建灵库监 你怎么了 你骗我 放心 本王一定给你一个 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婚礼 我跟刺激 здоров的婚礼 怎么办 好了好了 买整齐啊 不等你买整齐 好 这种这样 可以 把这个放这儿 可以吗 好了好 可以 接着 来 慢点 不行 把这个放开 慢点啊 好好 小心点啊 来来吧 这边这边 这边这 往这边点 好好好 来 那边来咱把手 好 这边 我都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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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都不连 我一点都不连 恭喜王爷 他们来了 金蝉翠月 好久不见 我来了 恭喜啊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新娘子到 新娘子到了 新娘子到了 快快快 去吧 快点 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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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看了 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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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好了 人既然到齐了 我们马上开始了 来 来 今日啊 是个大喜的日子 我们大家 相聚在洛王府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 这两对新人 喜结连礼 鸳鸯何必 今日我们也请到了 尊贵的洛王殿下 为这四位新人证婚 大婚仪式 现在开始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好 好 好 夫妻对拜 没事吧 没事吧 送入洞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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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茶花 喜欢吗 那边也有 霓儿 我知道你自强 钱财对你来说 从不重要 现如今 你已是谢家的主人了 霓儿 你是否愿意做我的王妃 成为王府的女主人呢 小时候 我爹带我去江南 他跟我说 想在江南开店铺 如今谢氏得以昭雪 我终于有机会可以重振谢家 让谢家发扬光大 在各地开分铺 让更多人 用谢家的筹布 和香草堂的药妆 爹 那我可以跟着哥哥 学做生意吗 你要学做生意 爹 霓儿可聪明了 账本一看就都会了 对不对 要不就让他学吧 你告诉爹 你为何要学做生意 因为 咱们谢氏仇布庄 素来之忧嫁廉 童所无欺 霓儿身为谢家子孙 当然有责任 将谢氏仇布庄 发扬光大了 我要让更多的百姓 用上我们谢家的布料 好吧 若我当了王妃 便没有了如今这般自在 我又何尝不知 你的弘志 好 我成全你 将来 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 成功的女少 而我 会一直等你的 谢谢你 子爷 我来 把全家的账算一下呢 我昨日我看了 我生意学不上 还有这个将军府 谢老板 你生意不错呀 元香成天 你们怎么来了 元香成天 这是喜儿吧 让我抱抱 跟娘抱抱 抱啊 喜儿 老板 听说你们在淮州 开了不少店铺 这云锦庄 办得也是有声有色的 忙忙忙 这生意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这钱哪儿赚得完啊 我看你们这家生意蒸蒸日上的啊 你该歇着就歇着吧 也该想想自己的事了 我除了做生意 还有什么自己的事 你家王爷 可多久没回来了 好嘞 王爷一直公务凡身 常年替天家在外巡查制造 你呢 又一心扑在这生意上 何时是个头啊 你就不怕王爷变得新呀 霓裳 你说得对啊 这女人要是有自己的事业 就不能这么早生孩子 你看 有了喜儿以后 我就被拴住了 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当时你要生的时候 我 没见 好好好 你们别吵了 我说了 你说了你们 这云锦庄生意这么好 多亏你们夫妻成心 怎么就偏偏嘴上不饶人 你骂我一嘴 我按你演的 是不是喜儿 来 喜儿 小喜儿来了 救姥姥爸爸 来 救姥姥爸爸 可惜了救姥姥 给救姥姥送礼来啦 不要了吗 赶紧你换去 我来 我来 来 喜儿 喜儿让你爹抱啊 慢点 慢点 你慢点 那我先去啊 快去换去 走吧 喜儿 慢走 这位爷 您是买衣裳还是买纸粉啊 是自己用还是送别人 我要定制一套婚姻 那我先给您量下尺寸 不了 让你们老板来 亲自给我量 哪位客人要让我 亲自量尺寸的 我来 包子 如果有一日 我让你离开我 你会不会恨我 包子才不走呢 你儿姐姐的家 就是我的家 我们是不是 曾经在哪儿见过 你老板啊 谢氏如今 重获百姓们的青睐 你老板啊 不对 应该叫谢老板 凭一己之力 将谢氏重整旗鼓 让谢家的记忆 能够发扬光大 本王着实亲睿 只是 如今谢老板 已经功成名岁 人生却还不够圆满 似乎还缺少些什么 什么呢 缺少快意天涯的气魄 缺少 遮风挡雨的小架 缺少 相濡以沫的爱 嫁给我好吗 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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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